吉隆坡15日训 首相拿督斯里·安华下令 若不得已砍伐一棵大树 则需重新种植100棵新树 他在社交平台X发文说 他已向吉隆坡市长拿督斯里·卡玛·鲁扎曼下达这个指示 我已指示市长 如果不得已砍掉一棵树 就必须重新种100棵新树 他是针对首都早前发生大树倒下导致人民伤亡的事故后 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扎利哈 指示龙氏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砍伐高风险树木仪式 这么回应 扎利哈也指示龙氏政府制定新指南维护老树 预计今年7月完成 以避免类似大树倒下的夺命事故重演 在5月7日 位于吉隆坡苏丹伊斯卖路凯皇酒店前路段的一棵大树 在暴风雨中倒下并压毁17辆车 导致一人死亡及两人受伤 在5月13日的一场豪雨 吉隆坡槟榔路一棵大树倒下 压中马六甲首席部长拿督斯里阿迪拉乌的开路护送车队 阿迪拉乌丹伊斯协丹 легко 豪雨